吉安香浩客艺术村吉野艺文馆在4月份推出了 《轻易自在徐楚霖书法创作展》 徐楚霖他是花莲吉安人 师大运以系毕业之后他担任英文老师 而退休之后投入了自己最喜欢的书法世界 苦练了20年 第一次的个人书法展览选择是回到故乡花莲来举办 欢迎大家前往欣赏他的书法作品 吉安香浩客艺术村吉野艺文馆在4月份邀请到 出生于花莲吉安的英文老师徐楚霖举办书法各奖 以轻易自在为主题 展出了徐楚霖苦练书法20年来的精彩创作 这次的展出涵盖了传地凯新潮无题都有 而且算起来是非常的丰富多元 因为总共有76件的作品 那大大小小作品我们用中堂用条幅甚至于表板 还有镜面小品各种形式展出 那因为我就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 从我就是各种的零写 就是大量的零写到目前我在过了退休生活 可以轻易自在的过退休生活 那又能够很开心的写字 这是我这一辈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一种情况 徐楚霖感谢乡长游淑珍还有工作团队提供资源 让她有机会可以回馈乡里 这次策展也希望可以把多年学书的心得和家乡亲友及学子来分享 也期盼可以为吉安乡文化向下扎根 艺术丰富生活的理念来尽一份心力 轻易自在徐楚霖书法创作展 从4月1号起到4月30号 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 外民众一起遨游墨海来趟盛满文艺精华的亲子假期 介续会见相报道